小妖得意的一笑 我们就是配 阿念撇了撇嘴 等上完了装 侍女开始帮小妖穿上厚重的礼服 轩辕上黄色和金色 头面一并用的是黄金打造的 风格贵气端装 时辰到了 小妖推开门 一众侍女跟随着 前往中山山顶 天蒙蒙亮 山顶上宾客已经到得差不多了 王母没有来 玉山的座席上 只有碧君和烈阳 碧君眼睛红红地注视着小妖 小妖冲她灿烂一笑 她笑了 眼泪却巴搭巴搭往下掉 烈阳少见的没有翻白眼 她轻轻拍了拍碧君 碧绿的眼睛里 有少见的感动和柔情 她急望向轩辕的作息 专须微笑着拿酒杯 向她晃了晃 一饮而尽 外也俯着胡须 笑眯眯地看着她 低声和专须说了两句 专须也笑着回应 后排坐着两位女眷 星月身上 已经没有了高高在上的锐气 冷漠地坐在那里 看着地面 梨蓉飞温柔地向她点头致意 风龙坐在专须身边 冲她释然地笑了笑 瑶瑶抱了个拳 紧安静地坐在那里看着她 看不透是什么情绪 鬼方式族长的座位上 只有一个使者 带着九株铜心草 西陵市族长看着小妖的脸 发着愣 仿佛陷进了回忆里 目光转向高新的座位 高新王柔和地望着她 转着手里的骨戒 静安飞打了个手语 大意试住她幸福 阿念 冲她吐了吐舌头 入收南便喜忧 始终挂着那完美的笑意 三位白鸟元老 却能看出隐隐面色不渝 神农到得最晚 公公夫妇一进来 气氛都有点紧张 可是人家俩旁若无人 携手入座 却临捧场地 一个劲冲她数大拇指 做着夸张的口型 姐姐最美 毛球狠狠着了一下 她的头发 最后进来的是 摇着扇子的耶鸣 黎荣飞正和专虚说话 看见耶鸣 整个人都愣住了 然后疼得一下站了起来 又一开视线 和专虚说了两声 离席了 小妖奇怪地看了一眼 匆匆离去的黎荣飞 细细打量了一下 冲着她笑得人畜无害的耶鸣 耶鸣望了一眼 黎荣飞离席的方向 晃晃悠悠地夺着步子 款款落座 太阳已经要升起了 小妖焦急地望着入场的地方 心里默默祈祷 她快点来 她心里生腾起奇怪的感觉 香柳一向不会让她久等 是不是出了什么事了 她本能地看向专虚 专虚把手抬到胸口 手掌向下压了压 表示稍安勿躁 突然香柳着一身白衣缓缓走来 小妖愣住了 神浓上红色 她怎么没穿那套红色的礼服 她隐隐觉得不对 刚想开口 香柳一记冰刃席向专虚 小妖感觉呼吸都停住了 风龙一把挡在专虚前面 冰刃射入她的身体 香柳飞身离去 不见踪迹 风龙倒下 顿时场面一片混乱 小妖感觉头都有点晕 她跌跌撞撞跑向轩辕的席位 呆呆地木木地上下摸着专虚 她感觉自己全身像抖筛子一样 她好像听不见外界的声音了 只能听到自己颤抖的声音 你 你没事吧 她的眼泪巴搭巴搭往下砸 目光茫然又慌乱 专虚轻轻拍着她的后背 小妖 我没事 是风龙 风龙需要医治 她架着风龙要起身 小妖还是那个姿势 紧紧拽着她的衣袖 愣着蹲在原地 专虚心疼地看着她 微微晃了晃她 小妖 小妖 看着小妖愣愣地看着她 她无奈地提高声音 风龙替我挡了 我要带她去医治 小妖还是有点目 自己喃喃重复了一遍 风龙受伤了 去医治 她好似才大梦初行 我能医治 我来 她运用疗愈之力 划开手腕 血液滴在风龙的伤口 伤口离心脏紧差分毫 就是小妖也后背出了一身冷汗 冰刃取出 风龙愈合如初 在场的人惊奇的同时都松了一口气 专须绷着脸 看向神龙席位 我们需要一个解释 共公横眉冷对 什么解释 香柳想杀你 昨天不行 今天结束不行 非敢在现在 皇帝老儿 你这孙儿 可没有你精明 皇帝牧师前方 语气威严不可侵犯 你是以什么身份 对宣元的国君指指点点 你家小子来了吗 他来了 还有这场闹剧 他能来 他爬着也会来 没来不就是因为被困住了吗 真户犊子 共公翻了个白眼 气得吹胡子瞪眼睛 你们有证据说刚刚来的那个香柳是假的吗 万一是你们自导自演 我们难不成就咽下这个哑巴亏了 待会又要刺杀谁 谁能保证自己不是下一个 雨江怒目远征 况且众人都看见了 他用的是冰刃 的确灵力高深 起码比我高深 看遍大慌不说别的 有几人能比我灵力还要高 在场的人一片静默 的确没有几个人能比他灵力高深 如果那个人是香柳 他已经走了 难不成我们就这样等着 如果他不是香柳 他不来 难道我们就一直在这里等 合适吗 一个高星元老不满的赤道 况且 九头腰要和元高星王姬宣告大慌 就很突然很荒谬 如今来想可能是看王姬自寝脱离高星王室 没有可利用之处了 才想着 借机刺杀轩元国君也未可知 你别等 你走呗 雀灵冷哼了一声 本来看你也不像是来祝福的 还不如走了 别来爱我老大和姐姐的眼 九头腰怎么了 你知道我名字怎么来的吗 是郡帝让我拔了雀官的头灵 我才叫雀灵 郡帝都不嫌弃我们妖族 说人神妖本无贵贱之分 就你个老顽固看不起 我老大才不跟你们一样贪图什么 他对人好从不图回报 你们自己处处算计 别人就以为所有人都跟自己一样 你 元老刚要动怒 俊迪一个眼神过去 他隐含怒气 看了雀灵一眼 把话吞了回去 专须想摸摸小妖的长发 却只能触碰到华美的头饰 他拍了拍他的后背 还等吗 小妖坚定地回答 等 三国臣子各不相让 眼看骂战又要起 小妖冷冷地吼了一声 够了 大荒三国外家玉山最核心的人 汇聚中山 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 和黄口小儿一样 大吵大闹成什么样子 我姓向柳 刚才那个人不是他 我要等他 不愿等的可自行离席 绝不强求 小妖望着天边 妈撒着手中的冰刃 还有时间 小妖的眼睛是那样冷静 霸气 坚毅 专须都被吓了一跳 皇帝摸着胡须看着他 神色里有些哀伤 猎羊却是骄傲地扬了羊脑袋 却灵想附和一下 但是小妖的气场太强了 他只敢小声接了一句 姐姐说得对 吵什么吵 碧君眼含笑意看了他一眼 入收突然发出悦耳的笑声 一下一下鼓着掌 王姬果然不凡 是两国皇室养出来的气度 虽已除王界 却是天下人认可的真正的王姬 他所选择的男子 岂是一代藏头鹿尾 暗箭伤人的鼠辈 香柳受教于贡公将军 虽立场不同 可大慌谁人 不知将军行事光明磊落 一生戎马 谁人能不敢配 他所教养出来的义子 又岂会是出尔反尔 以情欺人的肖小 依我所见 必有蹊跷 我倒是信 那个人绝非香柳 能以兵刃取鲜花绿叶之人 若想取宣元王的性命 怕是一刃就已得手 小妖感激地向入收点头致意 毕竟几句话能把三国都夸了一个遍 顺带洗清香柳嫌疑 缓和气氛的 也就只有长袖善武八面玲珑的他了 此时悠悠一声 我算是来迟了 小妖回首 香柳一身红衣 脸色有点苍白 温和地笑着 慢慢朝小妖走来 她恭敬一礼 刚刚礼服出了点问题 忙于补救 诸位酒等 她斟了三碗酒 一碗一碗喝下 给大家赔不试了 小妖才算松下悬着的那颗心 没有碗 正好 此时天光乍现 流光溢彩 香柳和小妖 按照流程记天地鬼神后 香柳伸出了手 小妖紧紧握住 顺手探了一下她的脉象 震惊地看着她 她轻微地摇摇头 情着柔和的笑意 带着她走向红毯 一步步 都有管弦丝竹作衬 风铃摇动 白鸟都站在了屋檐上周揪 甚是悦耳 一片金灿灿的阳光下 两人指手站在钟前 有美人熙 若清莲熙 我心悦熙 盼长久熙 久命香柳宣告大荒 求取高薪九瑶 此后同甘苦 共患难 护之爱之 真之重之 以身做事 以命为盟 若有违背 三界除名 永舵阿鼻 再无轮回 香柳划开了手 她的银发被风吹起 目光如炬 有君子熙 若清阳熙 我心清熙 盼长久熙 高薪九瑶宣告大荒 应约久命向柳 此后生同亲 死同学 护之爱之 真之重之 以身做事 以命为盟 若有违背 三界除名 永舵阿鼻 再无轮回 小妖也痛快地 划开手掌 两个人双手 食指向扣 血液滴落在中面上 绿金和白蓝的流光 纠缠在一起 焦香灰映 散落在中上 不见踪迹 小妖想到了 她们 结情人骨的那一幕 香柳明显也想到了 两个人默契地对视 一起笑了 香柳走到了 小妖后面 两个人一同 把粗壮的中锥拉远 小妖能感觉到 香柳温暖的体温 和碰碰跳动的心脏 香柳小声说 准备好了吗 小妖坚定地点了点头 两人同心协力 将中锥撞向中面 咚咚咚 古老的 极具穿透力的钟声响起 远处一龙一缝 在云海见起舞穿梭 漫天流云 都被染上了金色 两个人紧紧握着 对方的手 小妖看向她 借着握手 运用心法疗愈她的伤口 宣告大荒 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吧 从此后 我属于你 你也属于我 大荒为正 天地共见 若有为世 神魂俱灭 香柳把她的手 俯上自己的心口 她可以感觉到 那剧烈的跳动 她望着她 感觉自己要溺死 在她深情的那双眼里了 在一片掌声和祝愿声中 香柳不好意思地 吻上小妖的眉间 再会应该就是 他们两个大婚了 俊帝感慨道 我